听不懂有什么意思 上次你帮了我 这次我教你弹吉他 李木达党周星哲 演出的青春爱情电影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不只不为疫情影响 过年上映召开红盘 全台票房突破三千万 成为贺岁党票房冠军 周边商品也吸引粉丝收集 可爱的荷包带雨伞 或是精致的小香水 画有早餐插图的行动电源 菠萝面包形状的香氛蜡烛等等 充满趣味和创意 另外购买预售套票搭配的 手机支架环保餐具 以及小圆镜 都是生活食用小物 还有联名款手链 让许多人看完电影 都想通通打包带回家 睽違五年即将在小巨蛋 合体开唱的余丁蜜 过年也马不停蹄 全数投入筹备工作 笑说年菜就是开不完的会 只为了给歌迷最不一样的表演 并且也释出了演唱会周边商品 包括蓝色搭配荧光菊 活泼壮色充满文清风的池塘传说笔记本 还有造型可爱的便条组 三色口罩 或是穿上鱼梯 背着鱼带 再装进一条小毛巾 可爱又有质感 但仅限预购 粉丝想买动作还得快 无论是电影还是演唱会 周边商品都是粉丝的回忆收藏 TV线交换张声音特不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